HELLO 大家好,我是白丁 今天这支永生669也是观众推荐的 那我就买一次来试一下 当然这支不会长期使用,单纯就试笔 用完以后一样的打入人工 或者就是说有缘人,然后出了送了等等这类的 那就首先这样子 很多人会比较那个怎么讲呢 就是说比较鄙视这个龙骨盒,个人不是特别鄙视 因为钢笔是不断进步的 老笔不一定比新笔好,新笔也不一定比老笔好 反正就是各种厂家他肯定说 会有更好方法去让这支笔品质做得更好 那这个东西反正他是促进进步的一个原因 但是盲目摘操肯定是不太好 但这件还是可以的,我觉得 好,那就龙骨盒那我们就先那个打开一下啊 然后再下来那就首先看到一支笔 然后就是常见龙骨盒里面的一个 所谓的这个这个片 然后这个啊,这个包装其实是挺聪明的 然后笔的话什么间我就不确定 也不是F就EF吧,还是还是那样 那说明书这个东西喜欢的可以那个暂停一下看一看 这样子我就不一个个讲了,节省时间 因为我主要做的是那个短视频为主啊 太长的视频我也不太想做也很累 然后时间个人时间有限啊 真的是抽一些什么休息时间来做的 好,那个笔套我们也先给他放一遍 那这支笔一开始其实拿到 哎,还是挺不错的 那个整个 那个到时那个怎么讲的 接近哪支笔我就不讲了 那可以讲一讲他们的差别 首先先看一下那个大小吧 然后我们再一个个讲 那价格来讲应该差不多 拿一些价格差不多的笔来进行一个比较 那整根整根笔是中间不大不小 对女生来讲那可能会大那么一点点 颜色来讲等等都怎么讲 颜色或者是说比较可惜的 就他只有那个咖啡色的 如果有透明或者黑色的 我觉得那个会更多人喜欢 笔身来讲本身是偏长 不是特别的一个不算短笔 反正也说不上长吧 就正常来讲稍微长一点点 整个笔笔形看起来是修长一点的 然后其大部分元素 是跟那个接近的那支笔是差不多了 唯独比较可惜的地方是在于说 不一样地方 首先是这个金色 如果有回去对比回去我那一个 那支823的话 他就接近的那支笔也823吧 然后就金色的话那可能有点不一样 金色不一样 但是这个摸起来反正重量感是长的 就差不多了 因为我那支已经出了 那些没办法进行一个比较啊 这个就很抱歉 然后这里的话也是一模一样 但是之前有观众跟我讲过是说 负压上墨有两种 一种是说 把这个盖子给扭紧的时候 他是完全不会触摸的 还有一种的话 即使扭紧 他照样能触摸 一直是弹笔一直就是823这类的 就是说要用的时候必须要打开一点点 然后让他墨可以往下往下走 大概是这样 对如果个人我比较喜欢的我希望他是一个透明的 然后或者换换别的颜色不同款式这样子 笔还是一样旋转出没 其他的笔声等等几乎是算是非常接近了 那笔尖也是一个双色笔尖算是比较有诚意的一款作品了 我觉得笔尖也是笔尖有点不一样 他这个一排排的那个原本能是会比较厚一点 这个有点小薄啊 好 然后还有少一个东西就是啊 没有我这里有一个能不能看到一个透明的 里面有一个套筒 这个是防木杆的一个套筒 那就没有呃呃呃 换成透明的不是很明显吗 刚刚一看才看得到 那还是比较有细节一个产品 那但是唯独就是颜色这块处理不是很好 那比如说呢像这个颜色真的不是特别讨好 然后先不刚再过一点的笔来比较 就跟末将来比较的话 他的一个光度 你看那个边上锐利度好像末将那只会相对来讲 更加的一个锐利一点就是他的反光啊 这个相相对来讲会比较那个模糊一点 而且整根笔的一个品像 这种库存痕迹比较比较像 还是说他本身的那个原料的问题 这个就不是很清楚了 呃笔尖双色接呢 当然这个是我很喜欢的一个地方 一根简单的笔 然后看一拿出来有点细节啊 这样子就很好 低调一点 但是又不是很夸张 呃笔杆的话 这些就是很正常的一个富压沙漠的一个笔杆 拆笔的话 真的是不太 这一支啊 这一支也是可以拆 但是啊 呃 因为这次试写视频嘛 那就不不拆这支笔了 而且笔都不是用坏的 都是拆坏的 所以说正常来讲不建议拆笔 那我觉得就是说这个 嗯他的一个如果是说真的要对比吗 当然说两支笔的价格差很多 但是一对比起来 我觉得是这一支笔的话 如果真的是说要有特色一定是他的笔尖 因为如果有一个比较特别书写感受 那就呃这支笔还是说呃怎么讲 有他自己一方面的一个特色 我觉得嗯再下来的话笔尖的话 应该是因为因为本来那次我用过那个笔尖 已经非挺完美了 非常适合中文书写 如果这次能达到差不多的一个水平的话 那就算ok了 因为呃成本问题嘛 有时候那这个可以去理解 我觉得是再下来的话本身笔 也是不知道你们能不能看得到 也是已经上过归友了 这里有一些密密麻麻的对 那也就是说这支笔 他是需要定期去保养的 那负压上墨他怎么样 我按下去 他是靠这个塑料片长期收压 然后把墨填充上去 所以说他的耐用性跟活塞沙漠来讲 肯定是有一段怎么说 就是说耐用性肯定比不上活塞这个肯定了 但是他的一个特点什么大的除磨量 就比低露式钢笔的那个除磨量稍微少一点点以外 另外一个就是说他的沙漠机制比较好玩 那我觉得最大特色就这两个 其他的话就是很常规的港笔嘛 因为像这种笔 你不做透明的 我觉得 没什么意思也没什么看头 那有透明的才好看 但这一支笔这种沙漠机制一开始也是读到我的 虽然说现在如果叫我用日用 我是不太愿意 为什么因为我觉得活塞的比较简单的 因为这个沙漠的话 有时候觉得我就这么 然后一压就觉得怎么讲 就没什么惊喜了 不是说他这个不好了 如果是说我单一支笔 然后我长期这么用这一支的那个怎么讲呢 就是说他的书写时间肯定是非常长的 就他功能来讲因为主要是借鉴的一个款式嘛 所以说我觉得很多特色来讲他没必要去考究 因为肯定是人家已经设计的时候已经考量过嘛 那我们还是要沙漠 那他最疗愈的就是这个这个部分的沙漠部分 那我们一按不知道能不能看到 试一下 哎可以了看到 沙漠好像有点少 不知道是不是我插的不是特别进去啊 我再来一遍 OK那沙漠来讲应该是没有问题的 看先让我插一下插一下不好意思 那沙漠来讲应该是没什么大问题 因为这个负压沙漠最大问题 就是说有时候上漠的时候每一支笔 就是不同款式 如果是同一支的话就没有这个问题 但是他这个要求精度非常高 那你一上的时候有时候有些上 他就这么上一点 有些一上就非常多 这样子一个情况就有些 我见过有些比较多 我赶紧来试写一下那 比的话本身握起来也是非常的舒服 没有特别大的一个 一个怎么讲一个大的一个不协调感 因为他 这个的跟我这一支来还是又还是需要对比一下 没有对比没有伤害 那给点伤害 那这个会比我的146稍微稀一点点 但是差别不是很大 反正拿起来还是非常 拿起来就怎么讲 舒服是肯定了 就整根笔的协调感还是OK的 但比现在这么一拿笔 甚至塑料笔来讲偏重 但是肯定比不锈钢的 或者别的材质肯定来的轻啊 这是事实啊 好那试写的时候一样 那一个我就拿这个下半部分来书写吧 我们我们环保一点好不好 好那一个写一下 好书写完以后那上面那个不用写了 因为笔就在上面了 方便地方就在这里 好那一个的话这一支笔的话 首先拿起来触摸量非常的足 下墨也是偏大 然后书写起来的时候就是对 我呃出门量很大吗 一刷你看能刷那么多 那本身我墨水出门量也是比较大 那就呃 但书写起来的话 你要很强的反馈感 就不是特别明显了 书写反正就这这个小块会聚成一团 其他就还好自己能看得清清楚楚 书写感受 我觉得永生的618的书写感受会好一点点 就是他那个本地的打磨 有点阻力感这个有点太滑了 你看没有声音没有阻力感没有阻力感的声音 就是但是也ok也不错 整整根笔的话写下来就有点滑滑的 但是又没到那种热刀切黄油 就热刀切黄油 我个人觉得嗯 那一个感觉就看能就签名肯定是非常喜欢 而且也必须做的那样子 但是如果平常日常书写的话 这个这个滑度我觉得也很足够 笔尖的话它的一个比例啊或者大小等等都非常的平衡了 这个没什么好讲书写感受肯定是不用去质疑的 笔尖上面现在用反正也ok 但是个人是喜欢用有点阻力感的笔 除非我是拿来签名啊 比如说我平常这么签啊 反正就这样子也ok 反正影响不很大 书写感受反正个人个人原因呢 你怎么用那都看个人 但是呃怎么讲呢 这一个的话呃如果写顺手的话 反正出风等等也是没有没有什么大问题了 这个反正我我认为没什么笔出不了风 我个人是这么去想 嗯整笔的平衡性也是非常的好 那呃挑剔的话也我觉得这支笔没什么地方可以挑剔的 因为笔尖等等的我觉得能写书写感受也不错 呃也不会说哦这支笔用架非常难用 没有这种感觉 这个这个是实话 那笔杆的长度等等就是看你们个人喜不喜欢 对大概就是这样子 好那这笔评测就到这里 有什么问题麻烦给我留言一下 那个或者帮我补充一下 谢谢大家拜拜